佛席问题 男人你该怎么办 欢迎回到蒋蒋房地产 我是蒋炳祥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佛席问题 身为男人的你该怎么办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会带我去算命 在算命过程当中 算命师会说 我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亲缘比较薄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 觉得心里面很在意 很认真的听听看 什么叫亲缘比较薄 算命师会说 也就是未来我也许会因为太疼老婆 而跟爸爸妈妈感情会慢慢的变不好 我一直把这样的事情记在心里 我带老婆跟我爸爸妈妈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专程在见面之前 带着我爸爸妈妈他们去买一些 给爸爸妈妈使用的小礼物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专程叫我妈妈也多挑一份礼物 说要送给我女朋友 让他到时候两个人感情可以比较好 所有的过程 很聪明的男人们都知道 付钱最重要 同样的道理 也在跟我爸爸妈妈见面之前 去买了小礼物送给我女朋友 而这个过程 我也随手让我女朋友 多买一份小礼物 而这个当然也都是我要付钱的 距离产生美感 婚后我并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确实如算命师所说的 没有每天朝夕的相处 但这样的美感 让我爸爸妈妈跟老婆之间的感情 变得相对的比较融洽 那婆媳问题其实男人占很大很大的比重 所以身为男人的你知道吗 如果你事先设想好怎么样子预防这些婆媳问题 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欢迎大家有婆媳问题的地方 可以再加我个人的官方LINE账号 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私底下专人跟你回答 我会运用我曾经所学的NLP的专业 或相关的身心灵的课程的专业 与你分享有一些解决婆媳问题的方法 谢谢 感谢 感谢